明天我們要講的話題就是關於身為藝人的我們 平時收到的飲品、食物、禮物、何卡 究竟會怎樣主持呢? 以前在這裡有個箱子 那個箱子就是我收著我的粉絲送給我的信件 或者是卡之類、鎖匙圈之類的東西 不貴重的東西我會放在這裡 因為之前我有張桌子的自己 後來職位越來越低味 公司連我把辦公桌也收起來 唯有放在箱子裡 至於食物的東西 一看我的身材就知道我全部吃光了 有些人拿去扔的 籌似這些 按手吧 肯定不會扔的 因為我沒有人送給我 所以我沒得吃 所以你們快點送給我 我不介意的 不要落到就可以了 當然其實除了名人之外 我們這些普通人 一時候人家對我們好 我們都會很感動 但是這些壞人會給你一個良心 你當狗廢像這個一樣 不過說真的 我真的要在這裡多謝我的粉絲 因為沒有他們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 因為我一個很窮的藝人 我買了全部粉絲送的 我買了全部粉絲送的 眼耳口鼻都給他們 還給他們砌把他 所以我要多謝我的粉絲 我不會扔你的東西 因為我沒有錢 所以你買什麼我去吃 你買什麼我去穿什麼 你買什麼我去穿什麼 其實你有沒有送過東西給這些偶像 又或者是你有沒有曾經試過做好人 但是就被人拒絕 坦白說真的 除了Coin之外 聽說我們真的很希望 你可以送東西給我們 穿衣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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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附的有了車也有了 在屋尾以後 有門送的嗎 其實粉絲最好是送什麼 不用送那麼多東西 錢就最好 多謝